新年好 新年好 今天都是大年初八 人家說初八都是很有花蓮氣氛的 過年一路過過 過到過了元宵 整個年起興氣氛沒有那麼濃 初八有很多人要上班 要上班 初八我會在家裡吃草 因為過年幾天我會吃很多東西 吃來去玩 真的會肚滿腸肥 所以有時會吃清淡的食物 或者吃牧耳 吃青菜 水果對身體會比較好 如果大家多看我們的節目 那就更加好了 不如看看這一期阿湘講戲 有甚麼精彩內容 在粵劇行內有一個花彈 我們稱它為勤力花彈 為甚麼呢 它是很勤力的 她經常見到女生 在香港演出 突然間在美國演出 突然間在南潘順 她身體很好 有紋又可以 舞又可以 有紋又可以 有紋又舞 這個花彈就叫曾慧 她是我的師姐 慧姐她是很敬業樂業的 而且她的戲路是非常寬敞的 不知道她最近的台期如何 我知道她曾經在去年的春班 在我們行內 大家都說 她們的團團很旺 很多演出 不如聽聽曾慧說說她的故事 今天我的節目請來了 我的師姐曾慧跟大家說說她的近況 因為她是一個很勤力的花彈 最近她的劇團曾慧儀劇團 那個行程非常緊密 演出非常多 不如聽她怎樣說 慧姐你好 你好 最近很忙 特別是11月到12月頭 可以說是沒有一天 不要演出 自己好像11月1、2日 新加坡 回到澳門 然後到香港、廣州 跑來跑去 那些能相當的 那個人也覺得 特別是祈曲最困難的 因為每一次演出都是新曲 然後又出席 整個人都困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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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 但是通過這樣演出 我們劇中的知名度 加上我自己 包括徒弟的活動 藝術的空間這麼大 好像我們去到荷蘭演出 荷蘭原來不只是我們去過演出 然後他們說去過那麼多次 那次是效果最好的 所以我和徒弟在司環祥 做大段橋 由人少少的 可以做到六角風相 所以挺好效果 六角風相要多少人做 他抽出來做 只要一出來就已經是大馬 六角元帥 六角元帥 然後一個落山架 然後就退廁 但可以這麼說是做 六角風相 濃縮版 對 濃縮版 和大家認為最精彩的 最有動感那段時間 就做出來 因為畢竟當晚演出的 有很多是外國人 都挺好 因為語言的關係 所以外國人喜歡看我們的舞打戲 和動作性強一點的戲 對 例如做六角風相 當時我們做完之後 他都明白我們開著那兩支旗 那部車 如果你真的推車 它的功底不好 沒有車旗 動來動去 人家就像拖拉機一樣 現在很好玩 好像我們在德國演出 又去到波音 又去到 而好像盧斯萊斯 好像很穩定 又好像賓士 所以他們都懂得分 他們都在說 山翔跟我們說話 我覺得外國人都明白 我們這些傳統戲 很多是抽象的演出 能夠達到效果 挺好的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的 特別是你 帶著劇團 世界各地 四維演出 我覺得你很聰明 你如何兼顧過家庭 我是這樣的 其實我最重要的是 他們看著他們的起居飲食 電話操控 幾點鐘要起床 今天吃甚麼 一定要知道 另外 我除了出國之後 香港、澳門的 我一定多晚就回到 我寧願晚上回來 三、四點回來也好 我日早上 我知道他今天的精神狀態 例如抽風氣的時候 容易喉嚨通 給蜜糖 或者熱氣 又要吃一些椒鹽丸 或者怎樣 涼茶方面 就是我要看著身體的狀況 另外第二個 就是看著那些作業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看笑了 那些老師打電話來求素 叫我去學校 聊天 回來我當著老師 或者兒子都這樣說 每次一次下不為例 你做錯而已 不關媽媽的事 因為媽媽陪著你給老師批評 你說得對不對 跟他說 後來他回來 知道 你上台做一位名演員 每個人要鼓掌 給老師批評 頭痘痘 你覺得難受 你知道就好 我要讓他自己媽媽忙也好 他們自己也應該要自覺 要他們這樣 看著他身體的一個學業 這樣就OK了 曾衛對工作很認真 對孩子也從來不適合 他時刻關心著兩個兒子的生活和學習 在台上 他是一個威風嶺嶺的刀馬蛋 在台下 他是一個對兒子照顧得 無味不治的好媽媽 家庭事業兩兼顧 是很難得的事情 家庭事業兩兼顧 很難得 說回你的事業 你的戲露是非常講的 文氣武器 現在是做起劇 是呀 特別是這個月 對花鞋 做了兩三次 然後還要做到送公老山 鹽和式 鹽和式我選了兩場 一場是借茶那場 第一次見張三郎那場 說你第一次見 這叫做什麼 做法叫 孝婆與醉 孝粉下 那些心裏面的東西 你用什麼來表現 其實我覺得什麼都好 每一個角色都好 不要外表 首先是你有自己的感覺 因為為什麼 內心 因為宋剛在路上 他由於是埋身去撞腐 宋剛見他不可憐 是收養了他 收養了之後 金屋床嬌 但其實宋剛自己本身是很難為情 他倆都沒有感情 因為整個戲發展也有這麼說 但見他這麼可憐 就這樣 加上他媽媽的促成 所以他只有一個家屋住了一個人 所以他沒有什麼見過 出去見不到什麼 又不可以出街 下一個年代 宋剛就不要回來 你經常對自己 所以很悶 一定要知道 總共這個悶是年輕人 你說年輕人的速度很快 即是寂寞難耐 所以我們最早的經濟老師也有教過我們 悶到你坐在椅子上 然後把椅子上的背後 又會吵痕 看到牠吵痕後沒什麼 就看到老鼠追逐 你也會覺得很興奮 老鼠呀 成雙成雙 走到沒得走 都很灰心 他不會說你正面的人物 當然是講獎 講鴛鴦 反而不可以說老鼠 老鼠都成雙成雙 自己都孤家寡人 就是一種對比 是一種對比 你首先和心裡感受牠的寂寞 所以萬條絲鯉 通過萬條絲鯉 你又將自己的心斷 獅子慢慢吞吞 你的腰子 讓人家覺得牠的心斷很美 原來本身是一個很美的女子 現在這樣的環境 所以當遇到張三郎 跟牠怎麼稱讚你 美良之中 要我跟麥家做 他的口白 他經常都爆肚 極品 有A課 有B課 這些讓你對這個角色 會誇張一點 也可以 所以做完這場 下一場就跟彭茨拳做 殺色 殺色人 那些口白 因為我們當時不知道 香港這類型的戲 我們要怎樣掌握 幸好彭茵哥找到一頂 當年鳳凰女同身馬師生 我師父的錄音帶 裡面的口白很精彩 當時如果你在香港做 會覺得人物說的話很自然 當時看到宋剛一剛好回來 一張椅子搬在他旁邊 搬到他旁邊 一坐下 你走開一點 整陣老人脫 你真是說 即是很生活化 很生活化 顯得到宋剛的年紀大 連學式的年齡 而且他已經嫌棄他 嫌棄他 因為心裏有了張三郎 那種 說話說到完 做完之後 我新加坡的一個朋友 看完之後 整晚看著我不敢出聲 他討厭我 討厭你 他討厭我甚麼 為甚麼你做這些角色 他討厭你 連你也討厭 阿鵬哥的廣西的朋友 我真的想去刮你兩巴 為甚麼你這麼壞 可以這樣說 做到的時候 你會感覺自己 原來自己可以做這個角色 曾衛與墨家搭檔已經很多年了 從新十八相送的首次合作 到現在的新雕蠻公主岸腐馬 曾衛看中的是墨家身上的喜劇細胞 其實墨家從小喜歡悅劇 在以前亦和新馬師曾合作過 所以從另一方面來說 曾衛亦算是墨家的師姐 我知道春班你也很厲害 因為春班的市場 我經常聽人說 春班我們已經做完了 怎料惠姐還有台旗 你很厲害 不不不不 其實我自己這樣做到現在都很好 我不會客氣 我只做好 隨緣 隨緣之中做好 我就不會客氣 要怎樣 因為我覺得自己現在現階段 除了你的演出之外 你還是一個休息的階段 你以為只是做到很疲勞 你台上哪有表現 但我覺得不一定是好事 就是狀態不是最好 你每一次演出 每一萬人演出 你都要準備好 如果你準備不好 想台上哪有表現 如果疲於一種應付 我覺得一個演員 特別我們現今年的演員 我覺得對自己不住 對觀眾不住 沒錯 每個演員都有自己的養生之道 和養聲的方法 你又可不可以 說出來讓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最簡單的 首先每一晚演出 我才做自己的呼吸方法 我自己都說很多不同場合 我都有說 我自己一定要呼吸 就是氣功的那種吼勞 對 萬級萬夫 快級萬夫 快級快夫 做完了我才睡 我睡在床上才做 做完之後 你無論是 譬如今天有些不舒服 你在舞台上 你自己在空氣為止 早做 你自己的聲大 你都覺得 有口水 有尊液 其實聲大就應該好 另外多喝水 多喝水 再是一件事 看著自己的身體 閒時 像現在這樣 如果真的演出會 會稍稍多一點 我覺得蘋果農利葉 煲肉粥已經到我了 然後再是 真的很忙很忙 我覺得 對自己負責 那些包心事不好 你都要來 但不是靠這一種 即是吃些營養豐富的 是的 真的不要靠這一種 但我覺得真的很好 好像推介 東蟲草 在我當時是最重要的 它是增強免疫 是的 我覺得這件事 看著自己身體去 然後真的要喝水 是很重要的 加上 只要有時間 你真的要去跑步 每天堅持的運動 給自己的活力 增 跟身體好像柱直 給自己的活力 增 增加了很多自己的體能 活力 那就是 生命在於運動 是的 特別現在我們到上一年多 就是多些運動 身材都會 肉都比較緊 尤其我 真的 我可以說 坐在這裡一個星期 很快 喝水都肥的 那種人 是的 你就是從藝這麼多年 拍過很多文武生 演過很多戲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跟每一個文武生拍檔 不同的感覺 其實我真的很幸運 無論是內地的 包括香港 和拍檔的文武生 是最多的一個 早期到最早期的 內地的就是 蕭晨英 然後到黑哥 排志權 甚至是梁耀安 姚志強 就是 吳國華那些 總之是現在在職那些 都有拍過 甚至是鑑哥 我們都做過一場 胡不歸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老官不同 自己的藝術風格 變成自己的藝術 是一種積累 積累 積累裡面 變成你認 那個藝術功能 就會強了很多 是 因為每個演員不同 你好像說得很明顯 我記得 師傅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好八四年的時候 還未有什麼 有師伙的東西 那裡也沒有 就是 十年之後 師母說 你都好像要出去自己接班來做 華哥一聽見 文千帥 我們戲行 叫華哥 就打電話給我 華哥的戲 全部文唱戲 全部要自殺文唱戲 不夠半年後 跟輝哥做 輝哥 很多是包大頭的戲 然後再跟李龍做 全部沒有打戲 你全部 每一個演員的服裝 劇目裡面 你就變成你自己 你的飾演盲力 還有你的功底 還有你的藝術 為何要加進這些東西 還有 香港的演員 跟我們廣東的演員 又不一樣 他們經常都要爆肚 這些位置 不會像我們一樣 排好了 對 我覺得很難 難 其實 我都說過 其實香港演戲 好像 以前 鄉下起我 是一塊磚 一塊磚砌 香港就不是 是整幅場 陷入 起好之後陷入 就可以 但這個起好陷入 就是你自己有準備 我們內地很多時候 就是上班 才去聽聽 導演我怎樣出場 音樂設計我怎樣唱 就是完全 這部份的工作 就沒有做到 香港就不是了 拿起劇本 你就首先要知道 這句唱什麼 很花的 還是意我 你要成立 然後上句下句 然後我唱完幾句 到別人接幾句 別人唱完 給我自己接幾句 這就當成一種程式 你記住它 你也說 完全不難 有多難 我們缺少了一種傳統的訓練 例如上下句 什麼叫口鼓 什麼叫菌花 尤其是香港 整個程序最多是口鼓 我們現在互相說話 多數都是口鼓 講完一大堆的事情 很自然地講話 到現在我近期 例如我和文官天演出 多了的情況下 他們的劇本都和我提出了意見 整體的報告 就口白一件事不行 我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樣和我講 原來他們說話 是很自然的 不會說 我現在要和你說話 快點走啦 他不是在這裡 即是我們很著職 很著職 他就沒有說 我現在和你說話 哎呀 走啦 生活化 對 那個走字 我跟上一句 是在喊著它 就是割殘 我們 就啦 割殘 他覺得這件事很生硬 明白 他讓觀眾坐在那裡看 會夠得 你一句話 會讓他跳出來的感覺 他完全希望你進入 就在這個環境中進入 自自然地去做完 這一場戲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都是每一次演出 都是一個學習 但是我很幸運 就是 由於是聯繫星這麼多年 下了下來 告訴自己 我上台 不懂得遊戲的問題 是你自己這次準備 夠不夠 沒錯 你心想遊戲 第一個 第二個 所以我們其實看香港後台 都很好玩 我們的後台 有很多演員出場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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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後台 靜光 六條柱 靜英英國 還在那裡 還在日本 這一場戲 我講幾曲 幾多曲 公完之後 接誰 還在那裡翻曲 她的旁邊有些太太 她們覺得 在那裡看 一看到真偉 然後他們後台 靜英英 那些太太 甚至是 因為每個老闆 都有一個師伯醫生 就一眼看 哎呀 你看圍姊定得 不用 東張西岸望人 我心想說 如果有你們這麼聰明 上台還在那裡看曲 我就上台就不懂了 因為我之前已經準備了功夫 所以我換衣服 我定定在那裡 裝一下裝點 有沒有補粉 穿成怎樣 就出場了 跟她們不同 其實她們都很緊張 每一次演出都是看劇本 但她已經習慣 你不要擔心 《紅豆》劇團是我創始 但你不要擔心說 不唱《紅腔》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我唱《紅腔》 我自己也很擔心 今次去完美國回來 我自己就 自己 《紅豆》 我一定留在那裡 好的演員 特別像你現在來到廣州 你應該在一個好的集團裡 將你的藝術能夠可以再提高 再發揮 應該去做一件事 對 對 我覺得最近你最大的動作是跟麥家 跟香港的一個演員拍檔 做了很多戲 其中有什麼《梁竹》 都是喜劇為主 是 因為她說 她真的跟她做《梁竹》那次 她說該有的場合 你也要有 你好像樓頭的場合 但是唱到多少 我說我把握 為什麼我自己知道 她真的再唱長一點 哪怕是流眼淚 也好 因為她是喜劇演員 所以她自己知道 她做了一下她有經驗 我以觀眾進來是等笑的 等我說哪句話 合理她心意的 她等笑的 不是等我哭的 她說我只能夠做到語劇 我只能夠做我自己的 該站的位置 所以最近又排了個 《新雕蠻公主昂父馬》 所以我覺得這個空間又比她 因為她是喜劇 所以對於她來說 就有很多發揮 我都很感興趣 新雕蠻公主王父馬 身成怎樣 在哪裡有些新意 三寶一櫃 應該就是我們要求 逼到女兒的櫃 她就違反了 黃金柬 逼她櫃 我反而不是 我有王太后所持的鎮公之寶 原來是一條金的雞毛嫂 這個是她上膽 這個巴西昂帝 下膽不聽老婆說的男人 還可以一件事 如果這麼辛苦 父馬說嫁得這樣 她說我不嫁了 她說要走了 我們怎樣 哪是你嫁 她說取得這麼辛苦 我不娶 她說不是 天夫說不是你不娶 是你嫁 我嫁的 你不知道嗎 什麼叫父馬 父馬是我父王那隻馬 那父馬虎就是馬王 我們全部是拿回這些 反過來說 但也很合成林理 所以觀眾很明白 有風塘大笑 但又挺喜劇 是的 你們這個戲挺有趣 我也想去看 最近有沒有在廣州附近演出 春節期間會會演 是嗎 好 好 好 曾慧從佛山粵劇團 到紹興粵劇團 接著到紅豆粵劇團 到最後自己創辦曾慧粵劇團 在這幾十年當中 她經歷過事業的高峰和低潮期 在不同的時候遇到不少貴人相撞 但是可以支持她一直走下去的動靈 最大是來自家人的支持 對藝術的熱愛 說回一個人特別演員 她成長過程會有很多貴人 或者我們的前輩幫忙 我知道紅磚女老師 對你幫助都很大 其實我記得紅磚女老師 可能從我的角度裡面說 一些趣事 我記得我最早都學過粵劇學校 如果要進去讀 就是跟壽藤和母 我同女的界 誰知道一考試 紅磚女老師看見你 真剛的女兒? 他爸爸很矮 因為我爸爸是一米六二度 一個男人 真剛的女兒? 很矮 我當時是十一歲 我記得是一米三八 不行吧? 那麼矮 那時候功龍兵型還要高大 她擔心你沒得過 對 後來她說不是的 小孩子而已 後來我正審都不過關 因為我由於是爸爸做安保 所以那個年代正審就不過關 所以就沒有入到那一屆 就有幾個 好像雅梁國雄那些城市 我們廣州城市那些都不可以 就是這樣 第一個趣事 就是黃磚女老師 就是這樣 不知道我這麼多年後看 原來你這麼高大 還要好玩 到我們之後做這個三方風雲 我打了四人方之後 她做了三方風雲 就請紅燒過來看一看 哎呀 你的身材整個紅紅的 一定好 我們很害怕 因為那次畢竟還有十年齊 你的身材整個紅紅 即是她的女兒這樣 是的 我們就好笑 然後 記得我96年 我去台灣演出其他地方 偶遇見到紅紅姐 紅紅姐原來跟我阿姨同學來的 對我很照顧 她回來廣州之外 帶紅老師去紹興 然後跟我們做什麼女女 就經常 紅老師很關心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紅老師最好 我自己感覺的 很多廣東的梅花獎的演員 紅老師從組織劇本 都排戲 都演出 她也是一句過敏 當年我當時在邵慶 就是用好傳奇 這個戲去參加《梅花獎》 紅老師真的去看我們排戲 跟導演去說 然後就帶我去她家 幫我溝氣 他就告訴我 再好的導演 我記得這句話很清楚 再好的導演 都是別人 你一定有自己的事情 一定有自己的感覺 沒錯 自己去參賽 然後配合導演 在你身上畫 你自己不感覺到 再畫你身上的東西 但是首先 你自己有感覺 不要說導演的手 指高至低 你就去做 一定是你自己 通過這次 你年輕演員 是一個學習 第一個 第二個 你拿梅花獎 梅花獎 對一個戲曲演員來說 是你藝術的定位 八道肯定定位 還要導演去教你 我覺得不對 所以孔孔師說了一番話給我 我才知道 原來是 上排練場 我要積極地跟導演 我哥哥做的 先做出來 做不好導演 才去幫我溝氣 去抹回去 而不是導演 我出場 走幾多個圓台 指到幾個手 這個不是梅花獎演員 那個年代做的事情 這個只能夠 剛入戲 其實團 剛擔演員的時候 是不對的 所以孔孔師說 一定有自己的心裡 有自己藝術的特點 你才可以跟他參賽 所以我覺得 孔孔師這句話 對於我以後 我自己有學過時 都是 所有的奇觀 首先第一件事 是你自己去理解做的意見 這一點孔孔師 我覺得他非常之 對我這方面 是 戲法非常之 很有用 加上我前幾年 在《紅豆劇團》 孔孔師也這麼說 就說 你不要擔心 《紅豆劇團》是我創始 但你不要擔心 說不唱《紅糠》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我唱《紅糠》 我自己也很擔心 打算去完美國回來 我自己 孔孔師說 孔孔 我一定留在這裡 好的演員 特別像你現在來到廣州 你應該在這個 好的劇團裏面 將你的藝術 文革可以再提高 再發揮 應該去到重點一樣 我自己帶去看 旁邊所有 我們這些行業 叫二花三花都好 全部唱《紅糠》 我會不會覺得好像格格不入 我也很主動地跟《永寶》說 你還是會唱《紅糠》 大家說 孔老師也覺得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千萬不要 藝術沒有哪個糠 最重要是你自己做這個角色 做得好不好 你當然要唱《紅糠》 我也很高興 但你現在不是刻意地去模仿我 你只知道我知道這個角色怎麼做 怎麼去唱 所以我記得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就是 他們在《紅糠》劇團去北京演出 做關漢卿 關漢卿 朱廉秀 我打算是沒有份 因為《紅糠》是一個很大的劇團 任何東西都是 組織有安排 有份 有研究 所以我 我應該沒有份 誰知道不是 洪老師說 讚真偉 讚真偉做 嘩 好害怕 怎麼唱 我只是用心去唱 唱好他 那你那次真的要唱《紅糠》 因為他的曲子已經定了格 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 我自己理解得到他 例如投場出場 他自己就是 他幾句師伴 很懶樣樣地說出來 原來我知道了 其實他朱廉秀是一個演員 是演員 以前演員很多都是很硬的秀 懶樣樣 所以他的聲音可以放軟一點 拉柔一點 可能那種感覺 可能以我自己的理解 近乎紅糠便可以好一點 我會這樣說 哎呀 大爺 在街上見他回來 怎麼跟他說這些 我不會刻意地 把哪個字拖上他做了 而是我覺得他本身是一個演員 演員的談吐 他的咬字 他是有那種的感覺 所以在這個村年秀裏面 你自己做完 自己去做 那做完 我記得在山場的時候 那些專家上課 那洪老師站在我旁邊 他當時洪老師說 你的選手贏得太好 我當時自己覺得很高興事業 突然覺得 哎呀我多學一些紅糠 或者把洪老師的演員工 可能我今晚這個角色 發揮得那麼好 會有愧意 而不是覺得 我唱紅糠會怎樣 我一點沒有這個感覺 而是反倒自己覺得 如果我可能理解 做得會更好 覺得自己還要努力 他一看一看 看一看洪老師 真的不好意思 他覺得 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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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 我不好意思 很肯定地 眼神看著我 笑著看著我 嘩 我覺得他心很舒服 我一開始想 洪老師說 他也不錯 我洪方的 大哥會好過他 會不會這樣呢 我年輕一點 不是年輕一點 可能我自己的氣量 眼光真的不夠 老師 老師很大量地看著 是大家 很高興 很肯定 曾為國家一級演員 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 第十九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獲獎 著名粵劇花彈 粵劇靈王 新馬師爭之徒 繼承方康之身手 曾主演過 木桂英大戰洪洲 寧波仙子 魏尚情淵 多情萬禮君 白龍關 一把全宗劍 龍武傳奇 楚河漢街 山鄉風雲 等一批優秀劇奧 阿慧姐 你在紅豆粵劇團出來之後 你就回到自己的曾為月劇團 剛剛回到這個團 你有沒有遇到一些 你認為難的事情 當然有 私營劇團和國營劇團 最大的區別 是指甲 我記得自己 又要去紅豆幾年 可能原來我成立了曾為月劇團 然後就沒有做到 沒有演到 就放下所有東西 一打開 有幾個相比白藝 全部都住在我的規頭 即是沒有用 是 第一 你們要賺資金 是呀 那些有很多錢 是有很多錢 資金 你有多久才可以 將這個版本 你才會想到 沒有想到一樣 但你喜歡就可以了 尤其是 每個人都知道 我在這方面做還可以 我自己很乖 平時我又不懂 去Facial 賣衣服 反而我喜歡藝術 這些東西 你肯求資 肯求資 包括自己上海 那些美麗 那些計 那些起伏 我喜歡在這方面的求資 所以我就去做這件事 資金 另外就是排氣 因為我自己覺得 可能整個團 整個團 一年三百六十日 都和一班人 養 甚至可以說 是養著一班人 可能對於我現在來說 不只是資金 是時間 是時間 還有我其實 我也有感覺 就是什麼 不一定會輕裝上陣 反而不一定覺得是輕裝上陣 例如為什麼呢 我知道很多年輕的演員 每個畢業收席 不會去我們的團 一定往大 一個特律 就是說最好人才 不一定在我們團 會一下子馬上出現 當然我們慢慢做 又會讓他們做到 又看到希望 讓他們自己慢慢認識得到 我們會做 但是肯定是 如果不是這麼好 什麼時候 例如有時候出國 他們去不了 他們又沒有情緒呢 反而這方面 你就沒有那麼輕裝上陣 變成我 就是一個春節和8月15 這兩期的演出 反而這方面演出 從排戲的各方面 可能遊行 我就以前對人好一點 所以很多人都叫到 只要他們有空 都幫忙 都幫忙 都幫忙參加我們劇團演出 然後我們的台企 又不同了 很多人都會說 你們的劇團 跟國營劇團有什麼分別 真的很難說 國營劇團站在 八個回鄉 你站在幾個 人家會有時候 對比 你覺得這件事 會怎樣說 怎樣搞好藝術質量 同時有要告訴別人 我這個是屬於幾類型的劇團 或者是一級演員回發掌也好 你只能告訴別人 我幾個演員 我會保證到我們這個情況下 八個出不了 四個一定可以 爭取了六個 連一樣都要跟別人說 溝通 很坦誠 我們跟他溝通 千萬不要說 你這麼輕大 我們肯定有大型劇團 我絕對沒有用 我很坦誠 不會說 我決定送一面類型 我決定 另外 我亦都告訴他們 這些錢出是我和徒弟演的 徒弟他們 今時可能沒有很有出 很高的知名度 但是 只要你們看過演出 你一定會喜歡的 意思是他們的藝術是有的 所以我們從宣傳第一個銀子 第二個就是宣傳 這要跟別人要花費很多 很多時間 所以每個人都很疑惑地看著你 真是為了劇團有什麼 你就要去說 其他影片 如果我是大型劇團 我都不需要說 沒錯 同一個大劇團 我就是這個大劇團 什麼說什麼 一定是配套的 哪些配套 哪些有哪些沒有 一定要告訴別人 另外又要跟別人宣傳我們劇團 有什麼演員 另外 我盡我可能 將社會上能夠 可以用得到的資源 好像原來在廣州劇團 他有一個陳永雄 我們可以給他來我們劇團 做醜生 就是能夠可以的盡 一個是對我們劇團的質量保證 另外也是對我們同學年青年有一個存在 我做胡不歸 他做家康 我做媳婦 我做媳婦 兩個這樣對迫著司馬尚 他一定要提出 沒錯 我們耳腦大距 就是我們這樣帶著他 通過這樣演出 觀眾也覺得很不肯定 所以我們去東風一大演出 都可以這樣說 基本上已經穩定了 穩定了 這一點是入行的 但真的每一次演出 真的 哪怕現在這樣演出 每一次演出 可以說真的很痛苦 你又忙了很多 如果你在大劇團 你夠時間去演就行了 但現在你又做了團長 你會很多事兼顧 人劇館 到處去打電話送劇館 影碟 要收拾 這些具體工作 也是我跟同學要做完 才可以 台旗也要你談完 對 才可以開書自動劇團 但無論怎樣也好 我都知道 這個只是給我演出的其中一個部分 一定要告訴自己 其中一個部分 對於我自己 不要疲憂 一定要自己有合適的場合 好的演出 例如有些教育 大演出 講過真心話 不是錢的問題 我都一定要參加 需要到的 這行是重要的 我都一定要去參加 其實無形中 只想一個提高 自己提到 帶著徒弟 這類型的事情 對於我們團人 真的挺痛苦 每一次做到很痛苦 但每一次做完很成功 又很開心 有滿足感 因為是自己經歷我 所以我跟徒弟 他們會說 慘了慘了師傅 慘了慘了慘了 慘了慘了慘了 一定是這樣 你每一次當然是有些相同 有些不同 哪怕好像我們說起今 說起今就是大為 每一個人的起今 即你今晚出場幾次 你都要跟他說 說完他 他為何會比我十元 他為何會跟你說 你都要 這些小事 都要出現 在我們的劇團都會出現 都會出現 所以只要你坦誠地跟他說 我覺得任何我都好 我坦誠地跟他說 首先肯定跟他說 我們劇團本身收人器金不高 所以下一台戲 如果今天 初一、初二、初三 是這個錢 下一個台的 歌機又有另一個錢 只要我們高 一起高 即是浮動的 對 浸不同劇團的 對 我們不會說 你私營的 高了 國營的我們是一樣的 對 私營的 你多了自己的代表 我不要這樣 這樣 那你遲些 有甚麼新的計劃呢 我自己 因為我很巧合你 和龍本天 談了澳門三年合約 就是 媽祖旦五日九場 哇 那就要日夜長 是的 這件事 無形中 就比我的學生 就認識香港劇本 還有這種演出 就更多了 所以我很希望 我自己都這麼說 師父和你的年紀不同 我和你的徒弟說 你能夠在這三年 將這二十七個劇目 你能夠掌握到 可能你今後 近十年 演的戲都會在這幾個劇目裡面 就好像我這麼多年 即是 即是 九演幾年了 對 武桂英 你真的走不掉 可能司馬祥 可能胡不菊 他真的走不掉 會有這樣 但這十幾個劇目 你心中很有把握地 拿出你拿手的十幾個劇目 我很希望 能夠給他們 這個平台 不是間奏自己 兩人的年中 又去新西蘭 美國 這些演出 可能我自己的感覺 我自己是這個空間 是藝術的空間 所以我自己覺得 每一個演員 或者每一個人都好 只要自己為藝術 為粵劇 做到自己 該做的事 該期自己的位置 該做好自己的事 我自己都已經覺得 很高興 而且覺得 每一天都覺得很有意義 好了 希望師姐你 在藝術上 再上一層樓 每天都這麼開心 謝謝 所以他這個吹鬚的動作 是一個很激烈的情況 是反映這個演員的情緒 度得很高 演員最重要是借助自己身邊的道具 不要管他是馬邊 或者是線 或者是鬚 就可以表現這個角色的喜怒哀樂 我記得以前形容一個人 他吹鬚六眼 原來鬚是可以吹的 我們不如看看 齊老師是怎樣教我們這個動作 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黎魚藝壇》節目 我是本一期的主廣老師周公謹 這一期跟大家介紹 戲曲老生的表演 推鬚和吹鬚 推鬚 老生基本鬚口供表演情色之一 是人物的一種亮相 或是作為對下一個動作的鋪墊 推完鬚再扭鬚 表現人物情緒異常的激動 推就是用手推 吹就是用口吹 下面我們請省粵劇院二團 二級演員周展忠 李佩倫來跟大家示範 推鬚我們在舞台上有兩種用法 第一種推鬚 是一種亮相 就是把鬚推開來定格 來亮一個相 兩邊都是 這邊也是 推著來亮這個相 它也是一種表演 演員他完成了一個事情之後 他也是一種比較喜慶的心情 所以他用推鬚來亮相 周展忠你試一下 滿湖的推鬚也是這樣 三啞也同樣 跟門戶基本上動作是一樣的 對 推鬚也是一樣 所以他用推鬚 他用推鬚還有一種用法 他就作為對下一個動作的鋪墊 有時候我們在舞台上 他鬧鬚的時候 他先推 推完他鬧鬚 這種就跟剛才那個情緒不一樣 他是其他動作的預備動作 他先推 然後拉再亮相 他這個動作 他就是作為預備動作 他就不是跟剛才那個是完成動作 他這個是預備動作 當他預備動作 這個情緒 他跟那個完成動作的情緒是不同的 凡是要拉鬚亮相的時候 用加左推鬚下去 他就強化他這個心情 就是強化這個人物 他更加激烈 他先這樣來亮相 他就強化他 所以他要加多一個動作 來完成後面那個動作 所以這個推鬚呢 他的用法呢 就跟前邊說那個推鬚 他直接紮架 他本身就是一種高興的 這個呢 他就不是一種激烈的 他先 他要加一推 來 你試試 推完了 用上 他就激烈了 去那邊也是 去那邊也是 好 佩蓮你示範一下 這邊也是 兩種推鬚 他同樣叫做推鬚 因為動作是一樣的 但是他目的不一樣 所以一個是用在後邊 一個用在前邊 他用在後邊 他就是結束這個動作 用在前邊 他是鋪電這個動作 他是強化後面那個動作 他為了強化 所以他的情緒就變了 所以在這種情緒下 才能夠這樣運用 所以這兩種 推鬚 是不同心情 不同情況下 來用的 那下面呢 我們再介紹就是 吹鬚 吹鬚 老生基本鬚口功表演 情色之一 常用在激烈的動作之後 體現人物情緒 以高度的氣氛 我們俗話有說 吹鬚得眼 就很明確 這個人 他到了很激烈的情況下 他激 被人激到 生氣到什麼情況下 他才吹鬚 這個鬚 這個技巧呢 又是 就是 往往一個演員 他在做動作 做到很激烈的時候 自己也很熟悉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要將鬚鬚中間 那一流 吹起它 這個是一個 比較艱難的一個功夫 因為你不是 氣很足的時候這樣吹 他在舞台上 因為很多激烈的動作 完成了之後 他在這個時候吹鬚 所以就比較難 又要求比較高 也都很少用 但是這個動作呢 確實 也都是同樣 我們要將這個吹鬚鬚燈眼 這個激烈的動作 都要做到它尾 都是作為一個情色的表演 這個也是我們戲曲的 很偉大的地方 也是很突出的地方 下面由這個李佩倫 來示範這個宋光殺色 當這個炎婆色激怒了宋光之後 最後他沒有辦法 下決心要殺他的時候 在一段激烈 他要殺 他要逃 最後兩個人 紮在一起的情況下 梁尚 宋光在這個時候 一揚鬚 一吹 來 來表現這個宋光 在這個激烈的情緒下面 他用這個吹鬚 來 唱 唱 唱 齊 唱 呼 呼 呼 來 完成得比較好 所以他這個吹鬚的動作 是一個很激烈的情況 是反映這個演員的情緒 到了很高漲 很高漲的時候 就是生氣到已經無法制止 他要殺人 是不是 所以他才用這種動作 吹鬚 登眼睛 觀眾朋友 今天跟大家介紹了 老生的推鬚和吹鬚 這兩個動作 我們前面也說了 推鬚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完成動作 一個是預備動作 吹鬚是反映這個角色 它是很激烈的情況下 它將這一扭鬚吹起 很明確 它說明就是吹鬚鬚燈眼睛 到今天為止 我跟大家介紹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鬚身的台部 一個部分就是鬚身的鬚口功 這兩門功課 都是我們鬚身必備的 基礎和基本課 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演員 去不停地訓練 去練勤學苦練 要將那些動作 練到它標準 尾 所以要下一段的功夫 好了 今天我們就完成了我們這一段的課程 希望大家能夠歡迎 也希望大家多提意見 今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說一些這方面的知識 多謝大家 再見 提亞相講戲 品戲曲人生 其實我們過年有很多雜族 最重要是穿起一件新衣 新鞋 我每年都買一雙新鞋 人家說穿新鞋可以踩小人 所以現在幾乎都買一雙靚鞋 我自己又可以貪靚 還有就是年初一可以穿得漂亮去街 年來拜年 年初二就是外嫁女 回外家去拜年 年初一就是人日 人日就是人人生日 大家出去可以吃大餐 吃大餐 十五就完宵了 你說多開心 其實可能每一個雜族都會有個故事 人日又聽說有故事 初七人日 不如我們聽聽 恭喜發財 歡迎收看今天的看戲故節目 現在就是新年了 我是農曆新年 昨日 剛剛過去的那天 就是人日 今天說古老 說說關於人日的故事 人日 相傳說 當年 鋁窩 製造萬物 他拿地下的泥土 一年 捏出各種各樣的動物 一年 捏出雞 第一日就是雞 雞又捏出狗 第七日 就捏出人 人 故此從事人認為 初一到初七 初一就是雞 初二就是狗 初三就是豬 初四就是牛 初五就是馬 初六就是羊 初七就是人 故此初七就是仁仁 就是做仁的人 那這個就是關於鋁窩的傳說 但是還有一種說法 就是初七人日 第一天 又有一件驚心動魄的事 是怎樣呢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條村 那天 適逢這大年初一 滿村的人喜喜仰仰 來慶祝新年 就讓大家一片熱鬧聲咒 忽然只聽見 熊熊熊 百路非然 各勢動 大限臨頭 還在落 一切都在 黃娘中 熊熊熊 金也空 銀也空 死後何曾在手中 大家在賀 又空又死 大家來時哪個 最一看 只見有個道人 手執法塵 一走就走 你… 你搞什麼 你拼打 今天 就是新年來 我們高高興興 你幹什麼 你走走走 你要錢 給你錢 個個攀 那個道人走 那個道人就不肯走 無良天主 各位 我不是說要來核錢花園的 我是想來提醒這麼多的一句 不用幾多日 跪穿你的樹 就有場大難 你們呢 趁早逃避一下 被一視之險 若然不是 就麻煩了 你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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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好言理相勸 你們又不聽 到時就知道了 說完那個道人就走了 那些人… 那些人… 嚴急二十四 別管他 很快就不記得了 你這個道人 過來趕說 說這番事 大家一樣這麼慶寒 後來… 那幾天都沒事 到年初七 到年初七那天 嘩… 得人害怕 一朝早 山搖地盪 地震 那些村民紛紛 就從家裡的樹 就衝出去 往高山上頭就走 好多人一走走到去 山崗的樹 回頭一看 自己家裡 都已經變成一片的雅渣光 整條村 都已經單塌了 這個時候才醒起 那位道長所說的說話 是啊 那個道長真是真心來提我們 點點的人 幸好整條村的人 沒有一個呢 是有時候 個個都齊了 大家就不由得嘆息了 這次 收拾一條命 真是再世為人了 但是不夠膽回到本村 驚著下去 但是又震 那一晚就在山上來猜 肚餓呢 有沒有食物 有些… 有些人地震的時候走出來 急急忙忙 在桌面上一捏 把那些瓜子捏一堆 有些一捏 捏幾塊糖冬瓜 捏一些花生的東西 摸出來頂肚子 有些人就把自己的食物分給沒有的食物 大家奉紙沒有說孤寒的 大家分金同味 一切共渡難關 後來 多地人 見到再沒有餘鎮 大家才知道 手牽著手就返回本村 急手急腳 將你的條 經時變成廢墟的村 重新建起身 那沒多久 斬眼之間 一條暫身的村莊 又重新起見 這裡的村民 再都沒有遇到什麼 大家過上 幸福和諧的日子 那些村民每每回憶起當日的事情 都很感慨 當日 若然不是一場大難 大家又怎得現在這麼團結 為了慶祝大家逃過大難重生 於是每一年 挫策你的人 即地震發生的那天 大家都同擺生日走 一起來慶祝 認爲全村人 每一人的一個生日 就是這一天 就重新再生 喜喜揚揚 久而久之 其他村就紛紛來仿效 初七來慶祝各人的生日 就成為了一個風俗 就有了仁仁這個戰日 雖然呢 這個古人地震 好像一大吉利氏不是那麼好 最大他背後所說的道理就是 要我們奮法向上 人與人之間要發揮大愛 要發揮互幫互助的精神 我相信 人日這一天 除了大家得場開心 不過意頭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張揚 人性背後的那種光輝 好了,今期的體系講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下期還有更加精彩的故事 送給各位 我們下期再會 拜拜 好了,又到了戲謎點播了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就要點賀年歌 沒問題,新年當然要拍些 很應景的歌 大家都開開心心 好,不如我們一起聽賀年歌吧 好,謝謝 好,謝謝 齊齊喝下你足身碎 美好春花開門節 齊齊喝下你足身碎 各位商家好生意 各界工商 今年好時節 齊齊喝下你 恭喜你 各位今年好生意 齊齊喝下你足身碎 靚仔今年催靚淚 情人就曬你春風得意 各位找到好戒慮 遲言雙非 燕陽人氣碎 齊齊喝下你 一相約對你好分恩情心意 齊齊喝下你足身碎 每片歡歡喜喜 齊齊喝下你身心康派 各位家中謙喜喜 劉少雙親 一家親愛之 齊齊喝下你 恭喜你 各位新春謙喜喜 陳小歌 和美航詞 一起喝下你足身碎 眉舞春花開門事 齊齊喝下你足身碎 各位商家好生意 各界工商 今年好事件 齊齊喝下你 恭喜你 各位今年好生意 各界工商 今年好事件 齊齊喝下你 恭喜你 各位今年好生意 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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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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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